这次我绝对不会输给你 来吧 小青 你是怎么想的 王老师好 我没明白 你觉得小智的表现怎么样 你好像一直在盯着他那边看呢 小智哥和红色风暴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强 却拥有普通编码机器人不具备的优点 是吗 是什么优点呢 精神感应 让机器人和编码战士融为一体的能力 有时候我觉得小秋真不像一个小孩子呀 小秋 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 哪儿不舒服吗 没有 我本来就很容易脸红的 老师 荣耀黑帽 连续攻击 很可惜 这个机器人的性能已经开发到极限了 红色风暴的性能已经跟不上小智能力的进步了 没错 没错 要是这样下去 他必须考虑换一台编码机器人了 小芝 加油 黑豹山游 输了 红色风暴 抱歉 我输了 奇怪 有什么好抱歉的 朱莉安 你刚才是什么意思 你会输给我 不是因为能力差 而是因为机器人太老旧了 所以你为什么要道歉呢 你说什么 你一点都不了解红色风暴 要是我的编码能力更强大 错了 要是不把红色风暴换掉 你的编码能力也会被他拖后腿的 我才不信呢 红色风暴是没有极限的 朱莉安 你这要说太过分了 难道我说错了吗 既然你们是朋友 就应该考虑他的感受 因为是朋友 就要对他的弱点视而不见吗 哪种方式才是真的为了他好 这下情况变得更有趣了呢 不管别人说什么 我绝对不会放弃你 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小智 你还好吧 那个 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呢 万一送重复了就不好了 礼物 什么礼物 你不知道吗 今天是刘娜的生日啊 刘 刘娜的生日 不行 这个也不行 不可以 不 不对 怎么办呢 必须在今晚准备好啊 好了 就送这个 这是我在街头对决中的战利品 怎么样 不行 小智 你根本不懂女生 她们喜欢亮闪闪的小玩意儿 哦 是吗 亮闪闪的小玩意儿 找不到啊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小智 小智 你怎么一直叹气呢 是因为又输给朱利安了吗 不是 今天是刘娜的生日 但是我想破脑袋都不知道送她什么 嗯 嗯 对了老师 要是你的话会想要什么礼物呢 嗯 嗯 干得好 我妈 我希望可以在生日这天 见到一位以前的好朋友 以前的好朋友 嗯 你自己最喜欢的生日礼物是什么 我妈 是我老爸在失踪之前给我留下的生日礼物 那个箱子里有一封信和一台红色风暴 小智 红色风暴就是爸爸送给你最特别的礼物 希望你能和他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 嗯 我找了你半天 刘娜 你找我有事吗 我听说李凯刚刚对你说了些奇怪的话 我其实不喜欢那种东西 所以你不用费脑筋了 懂了吗 呃 等一下刘娜 那个 哦 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呢 嗯 啊 我还真有一个想要的礼物 什么礼物 呵呵 呵呵 你 � Ice 你 我 哎呀 为什么 stellen 你去哪儿呢 当然知道了 今天是刘娜的生日 我对派对什么的没兴趣 你自己去吧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所以提醒准备好了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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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娜 祝你生日快乐 刘娜 祝你生日快乐 这是你家乡的拓产吧 谢谢你啊 小林 刘娜 这些蛋糕都是我做的 我知道了 所以请你不要一个人都吃完好吗 刘娜姐 小秋 祝你生日快乐 这是我的礼物 可以提升凤凰的输出功率 小秋 你真是一个小天才 谢谢你送我的礼物 但是小芝去哪儿了 怎么还不来 我让她把朱莉安带来 当作送我的生日礼物 实在不行 她自己来也可以啊 这是你活成之后拿到的 哼 竟然想用这玩意儿收买我 只要你愿意和我去刘娜的生日派对 我 什么都愿意做 嘿嘿 哼 无论你做什么事 我都不会去的 等一下 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呢 我对所有幼稚的派对都没兴趣 哦 你不会连一次生日都没有过过吧 你说的没错 一次都没有 所以呢 你还是放弃吧 没想到你从来没有清楚过生日 朱莉安 你也挺可怜的 我的父母只是 希望我能尽快变成强大的战士 过生日开派对 只会让人贪图享乐 这 再怎么说也是生日啊 你应该很伤心吧 哼 就算伤心也是暂时的 嗯 只要在编码对决大赛中获胜 他们就会为我开一场 比生日还隆重地派对 为了能早日成为编码战神 在任何情况下 我都要保持理性 和冷静的心态 哦 这样我就理解了 也就是说 你的性格这么扭曲 就是因为没人给你庆祝过生日吧 哦 真没救了 所以说 在我的人生中 是不需要生日派对这个东西的 明白了吗 你自己去吧 嗯 嗯 哦 怎么还不走 你朋友的生日聚会 再怎么说 我也不能把朋友一个人丢在这儿吧 嘿嘿嘿 我真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总是会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你是说 不明白我不肯换掉红色风暴的原因吧 红色风暴是我老爸送我的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生日礼物 只要和他并肩作战 我就觉得老爸总有一天会回到我身边的 啊 啊 真是笨蛋 没错 我就是个笨蛋 说得对 不是 哦 不是说你 是说我 哦 怎么了 我之前不知道你对红色风暴的感情 就擅自做出了评价 为了向你道歉 我就和你去一次吧 我们出发吧 嗯 这真的吗 朱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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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 李卡 给小智和朱莉安留点蛋糕吧 我吃了这么多啊 我真是受不了你们几个了 为了朱莉安那个固执的家伙 小智都来不了了 怎么办啊 是红色风暴 荣耀黑豹也一起来了 是吗 去看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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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娜 祝你生日快乐 哦 哦 哦 小智 好戏还在后面 祝你生日快乐 刘娜 朱莉安 你来了 你愿意来真是太好了 放开我 我说你不打算阻止他们吗 看 啊 过分 真是太过分了 我劝你还是早点认输吧 别搞笑了 你想认输就直说 哎 你会后悔的 哎 哎 哎 他们已经擦了几个小时了 他们两个是怎么回事啊 还记得今天上午的营救演习吗 好 今天各位同学都要参加营救演习 行动代号 小李鹤救援行动 同学们很期待吧 规则很简单 大家需要两人一组爬上积木堆后 一起举起小李鹤就可以了 这次演练的关键 在于搭档之间的配合哦 好好开始了 谁是第一个呢 我和小脸像一起搭档 来吧 好啊 出发 刘娜太棒了 刘娜和小林 你们两个的营救演习完成得非常优秀 谢谢校长 好 那么下一个是谁呢 我想试试 我想试试 哦 小智和朱利安要组队吗 我很期待你们的表现 我来负责营救 你负责平衡就好 不行 你还是负责平衡吧 红色风暴是第一代机器人 太精细的做不了 哼 看来你该补补课了 第一代别骂机器人 才是最适合做救援任务的 嘿 你太固执了 如果救援失败你能负责吗 好啊 我来负责 小智 朱利安 还没商量好吗 好了 马上开始营救 我们上 腾空跳跃 小智 你不要这么着急 走来 那没有趋务 跑去 等 太快了 满点 爬太慢的话 式攻略肯定会塌下来的 咬啦 便满 抓住了 我可爱的小李鹤竟然光荣犀牲了 我不是说了吗 听我的安排就不会这样了 都怪你一直干扰我才会失败的 我哪里说错了 说什么 朱丽安小智 校长 你们两个和我去校长室 编码机器人存在的意义 是什么 对决 不 不是 我记得是 是为了保护市民 守护城市的繁荣与安全 我还没说完呢 不要打断我 这个不是打断 我是在帮你 小智 朱丽安 无法和搭档合作的人还好意思说 自己要守护城市保护市民吗 我要罚你们两个组队打扫学校一个礼拜 培养你们的合作精神 都给我好好反省吧 小智 你怎么了 朱丽安那个臭小子 为什么总要和我成呢 纠结这个问题只是白费功夫 让他争吧 朱丽安这个样子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是啊 最后理亏的还是我 我以后绝对绝对不会再和朱丽安对决了 是吗 朱丽安怎么还不来啊 忍耐 忍耐 我要忍耐 你在自言自语地说什么呢 又在说我的坏话吗 这 这是什么东西啊 打扫的时候 会有灰尘 狐狸 把对面的头大奔雄打成肉饼吧 他又开始了 黑熊 让他试试你的心掌 超级 回旋撞击 就这个 连蜗牛都比你快吧 这么直白的这面攻击对我是无效的 那就给你点惊喜吧 怎么样 你现在还觉得他是大被熊吗 你好坏 再来一局 这一局不算 我说了不算 小林 你们有没有看到小智和朱莉安 抱歉 我没看到 知道了 你不用道歉了 他们两个现在 应该还在打扫教室卫生吧 什么 这次不是因为校长的要求 而是他们俩自己 要和对方进行打扫对决 他俩无论干什么 最后都是对决啊 怎么样 你现在还觉得我是娇生惯养的吗 小少爷敢这么吊活去求表扬了 小少爷真是太棒了 小少爷 你马上说回这句话 给我道歉 我才不要 我就不收回 让开 不要碍我的事 你才一边去 这两个小子现在打扫得怎么样了 你们到底对教室做了什么 两位同学辛苦了 回去休息 不用 在分出胜负之前 我们谁都不可以休息 好 那就下一个教室 再来一轮 对决结束 什么 刚才的是最后一个教室了 真的吗 是的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教室都打扫完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们的对决还没有分出胜负呢 今天先到这里吧 那我们明天再继续吧 因为朱利安的外表 有一种贵公子的感觉 以前有很多人误会过他 说他吃不了苦 所以朱利安特别反感那些 瞧不起他的人 我也一样啊 他们都说我太懒了 也是因为我俊俏的脸庞吧 如果大家都这么说你 还是好好找找自身的原因吧 可是小植为什么总是和朱利安一决胜负呢 他可能觉得赢了的话 某个重要的朋友会觉得他很厉害 谁啊 琉娜 你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在假装不知道啊 我怎么会知道是谁呢 唉 饭了 我要回去休息了 嗯 好累啊 小植 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是不是很累啊 非常累 爸爸相信 我们小植总有一天 一定会成为全世界最强的编码战神 不过你一定要记住 编码机器人绝不是为了战斗 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真实的人而存在 小植这么聪明 肯定能明白的 爸爸今天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朋友 明天再和你视频通话 老爸骗人 从那天起 你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相信 我一定会成为编码战神的 我会努力的 老爸 我会这样 你 你 我